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全港罪人系 蜂蜜龍蘋果斃食譜絕物大公開 今天將會公開招牌鎮店之寶蘋果斃食譜的製作方法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介紹蘋果斃食譜的心路歷程 我們做這個隊伍構成的思路 主要是以往舊的戰術 是一個比較防三角的火水草的戰術去組成 以往比較出名的火水草隊伍是VGC17的FakePG 當時用了水系的卡帕奇奇 風神圈和紫魚劍做一個火水草的聯防 圖就是我以前VGC15很喜歡的火水草組合 這個組合最大的優點是他們的屬性可以互相彌補 例如草系怕火系可以用火系去支援 火系怕水也可以用水系和草系支援 如果水系怕草系電系也可以用草系支援 這個體系是一個很強的聯防組合 正正因為這個聯防非常強的組合 本來可以針對到希空的隊伍 因為希空的隊伍就是要依賴著在希空下做一個強攻 而這些這麼強的聯防組合可以減慢對方的攻勢 最後也說完 我組這個隊伍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減慢遊戲節奏 換取戰局的穩定性 因為大家很多時候都會發現一兩個回合對面極巨 然後不知如何轟炸你 描了你某些重要關鍵的角色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已經沒有辦法挽回那個局勢 因為你某些很重要的精靈已經被人換走了 所以用這個比較偏防衛向的定位 就可以較為讓整體的生存力比較上升 你沒有那麼容易被人秒殺的精靈的話 其實就沒有那麼容易被人秒殺的精靈的話 就沒有那麼容易被人秒殺的精靈的話 就沒有那麼容易被人秒殺的精靈的話 就變成一發不可所乎 沒有辦法挽救的 由此就開發了這個蜂蜜龍 蜂蜜龍這個精靈有什麼特色呢? 他在這個口之方下有非常之強大的抗性 同一時間能夠抗地、火、水、草、電 是將這些生物全部 這些木、水、火、土的屬性全部都剋制住 因為他本身口之方就變得不太弱兵 其實他弱點都頗多 怕飛、怕蟲、怕兵、怕妖精、怕毒 弱點其實不少 但是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最主要的一些屬性 即大家常見的屬性 其實他有一個抗制的作用 第二 他抗制很多環境下的精靈 例如鳳神犬、駱駝母 這些精靈是打不進去的 因為鳳神犬的火 因為他有口之方的關係 這個精靈是抗火的 那駱駝母、電招、水招都打不進去的 那麼多隻駱駝母都是打不進去的 即是火駱駝母都是打不進去的 那變成了這個精靈 就非常之麻煩了 另外就克制很多希空隊伍的成員 最常見的希空隊伍的成員 就會有煤炭龜 火系招式、地系招式和草海招式 然後就會有超鐵暴龍 最大輸出最暴力的地系招式打不進去 以及超鐵暴龍四倍怕草 另外也有很多人選擇配合 剛剛說過兩隻希空精靈的海遊獸 也是四倍怕草 本身這個風雲龍的速度是慢超鐵暴龍 以及超鐵暴龍 至於對面開希空的話 其實風雲龍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先動優勢 去克制剛剛說的兩隻精靈 另外他後期會很容易作為後期的勝利條件 什麼叫做勝利條件 最主要的勝利條件就是殺對面所有精靈 其實對面打不進去 如果大家有玩過單打 其實會更容易明白 如果可以殺死鋼海鴨的精靈 然後對面有一隻鋼海鴨 例如我們有一隻鋼海鴨 或者不是2Q 但對面有一隻升了6級防的角色 那你就會比較難去勝出 例如這個局勢比較控制到 殺對面剩下一隻鋼海鴨 而我現在就剩下這隻風雲龍 那大家覺得哪一邊贏 就應該如果愿霧意外 就是風雲龍那邊贏 因為風雲龍可以用忌生樹種子和蘋果酸 慢慢削死對手 而這個鋼海鴨帽 只能讓人不斷用忌生樹種子去折磨 他的鬼火也不太大作用 他的電招水招更加不好說 全部都是4倍的抗性打 那最後一個原因就是 純粹一個私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特性和技能配關系 他會給我奇異化的感覺 就是其中一隻VGC15的外獎 那我就非常有興趣去玩這個精靈 那隊伍的初型 剛剛都會想要一些火系的打點 其實火系打點是很珍貴的 因為打鋼系 另外因為風雲龍的弱點是有飛行系和妖精系 火系的精靈和電系的抗飛行 這些要素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可以同時的抗飛行和抗妖精 焗爐鱷托母是一個非常值得考慮的選擇 第一隻隊友就馬上選用了他 他的造型也很配合蘋果批 因為他是一個焗爐 焗爐用來焗蘋果批是非常之好 剛剛都提到蘋果龍其中一個弱點就是毒系 然後也需要水系抗性 因為我們的毒爐是怕水 水系打點都是比較重要的 例如超鐵不可以依賴蘋果龍 所以就會考慮到版本最優秀之一的水系 就是這個海猶獸 牛仔叫海濤獸 其實也有考慮過威嚇獸鯉魚龍 李魚龍比較著重輸出 在這隊感覺上傷性不太好 所以李魚龍也純粹考慮過 直接選用了這個海盜獸 其實在一些聯防隊伍上 鋼系的精靈是比較好的 剛剛我選用的海猶獸、焗爐和蘋果龍三隻精靈 刀軍分別有電體抗性 所以選用鋼鋼鋼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我需要的火抗性和電抗性 其實我剛剛的三個隊友已經可以有了 變成在聯防上非常之好 最後因為這隊太過緩慢和沒有進攻性 所以想有高速的突破點和龍系的抗性 所以就選了波克基斯和多龍 測試的後感 其實焗爐的傷性不錯 但我還是比較想要鳳神犬那種 有大聲喊叫、威嚇和鬼火 這些非常強力干預技的火系 我覺得可以更加配合到蘋果龍 不過有點不捨得的 因為焗爐配蘋果批在外形上很配合 如果大家有興趣 玩蘋果龍自己做 都可以盡量考慮我放棄了的焗爐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差 因為最主要是我很想要威嚇 而魚龍滿足不到我 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 隊伍整體的節奏太慢 鋼鋼鋼和海遊獸都是比較偏節奏慢的精靈 本身速度比較慢 亦都會比較拖累節奏 比較不著重輸出的他們 同樣一個原因 所以整隊的系統過於被動 很多時候都要先被人打 所以輸出力也不太高 每次都要靠技神算 用紫鬼火、熱湯 還有可以慢慢用劍尾或鐵壁的一隻鋼鋼 就比較麻煩 而且整體就比較弱 藥精系 多龍和蜂蜜龍的藥點重複 兩隻都怕藥精 所以我都不太喜歡 以上幾點 我就進行了第二次的改良 首先換了我想要的鳳神血 可以為這隊帶來威嚇 可以用特性去降低對面輸出的 非常強大的特性 大聲哭叫 降低對方特殊攻擊力 最後的鬼火 更進一步去削弱對手的物理攻擊 剛才提到我選擇焗爐 其中一個原因是 我需要一隻抗飛行系的精靈 所以我們的火鋼鋼 在這個位置就變成洗衣的鋼鋼 也可以代替可遊手的水系輸出 降系點 和降系點想要多些輸出的能力 這個位置就像把多龍和角外合成 就變成一個又硬又痛的一隻鋼鋼鋼 增加了整體的輸出性能和節奏 雖然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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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 不過對面要強化到2046 一出來就可以攻擊 剛剛也說過 這個其實是一個降師和多龍的混合體 所以變成多龍在一個位置重複 所以我需要翌日速攻守 也會繼續做一個突破點 這個位置就考慮到冰達摩 冰達摩有一個速尊加冰拳 可以克制很多不同的 亦有U-turn可以方便我換一些精靈出來 例如我可以手法打破覆覆,然後我馬上U-turn 選擇可以卡住對面的精靈 例如對面有些火系輸出,我可以用風神怨 對面是洛托武,我可以考慮用蘋果龍 換上來卡住對面 最後波爾基斯和降龍的達魔,他們的傷性非常好 因為這兩隻精靈都是... 一來怕格鬥系, 降龍怕地面系 怕龍也可以用波爾基斯吸收 亦可以幫隊友製造輸出空間 然後我們個別每天精靈介紹一下 首先是我們的超牌超人氣 蘋果批蜂蜜龍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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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就是16分之15能耐到一下多龍的極度招 血量就是16N-1, 減少風生和替身的傷害 雖然你那個勝負也會少一點, 但不要緊 為了後期的單挑能力和希空下的生存力 不要讓超鐵的秒殺, 就選用了替身 另外, 專有技蘋果酸在後期單挑非常之強 因為每打一下都100%降低目標1級的特殊防衛 解說你每打一下就越來越痛 基本上只要對面打不進來 就算你打不進去這招 你慢慢都會溶解對面 這招最大優點就是針對環境 它可以針對超鐵、海油、火龜等 所有的駱駝帽, 其實不包括冰和飛波 大部份是火水草系的精靈 蘋果龍的優勢剛剛都講過很多 所以就馬上跳去下一隻 然後就是駱駝帽洗碗碟機 簡單幫它改名的 它的速度是比減耳多龍更快 這個位置基本上可以快過很多不同的精靈 它也可以有6.3% 會被極巨鯭魚龍爆弓 用極巨衝秒殺 原則上不會有爆弓的鯭魚龍 因為鯭魚龍一定要收速 純粹是一個傷害指標 位置交換必要是幫隊友擋刀 例如對面的飛行系 可以用位置交換 幫蘋果龍擋飛行系招 鬼火就是一個干擾技 環境下其實很強勢 例如打風沙、降壓和超鐵 其實都是非常有用的 之後就到溫度調節器 它的速度比龍頭地鼠 血量是16N-1 鬼火可以和威嚇干擾對手物攻 大聲哭叫干擾對方特攻 總之就是降對面攻擊力和降對面攻擊力 以及削對面血 然後嚴峻的原因是 為了命中穩定得來 可以做一個高輸出的爆發 也有些情況可以燒走自己的特性 燒走自己的屬性 讓自己的身環會提升 然後是電動限定版的Slow Cooker 用Surfey就一定要用閃光雷降龍 它的速度是快過極速的巴塔碟 可以快過巴塔碟進行 可以打它 或者可以極具電的牆 可以防止對面自己的 血量是16N-1 主要是防消傷 特攻11N 稍微提高了一些攻擊力 大聲哭叫也是幫助干擾對方特攻 始終自己的特防不高 可以用這一招削弱對手的特殊攻擊力 增加自己的生化率 精靈抗性超級優秀 攻擊力不差 就算我收那麼少的特攻努力值 其實我都很滿意我用它 去給我的輸出 很多時候你只要 預計你是打對面兩下才打死 就行了 很多時候都不會秒殺 因為就算你秒殺 對面對面都會 很多時候會用極具的攻擊力 精靈也是 很反制環境下的精靈 例如多龍 莫里魚龍 都比較克制 始終它的屬性很強 很多精靈都未必可以 秒殺都可以打得進去 另外它比較怕的 超鐵暴龍和龍頭地鼠 我們本身在隊伍上都會有 處理的手法 例如洛托姆 蘋果龍和波克基斯 隔代打點都是可以 用波克基斯的FOLLOW ME去解決 下一位就是 進來兼職的賣餅店員 這個Massons是不知道那些什麼好 它在隊伍內 主要是做一個支援 特別是輔助鋼龍和冰窟窟 可以為隊伍帶來龍地 和格鬥這三個比較想要的抗性 有電磁波做的干擾 和跟進來 必要時可以做Heading Hand 做一個爆發 攻擊招上可以選擇 妖精閃光或者空氣視覺 可以選擇 最後一位隊員 就是我們本店必備的老闆 傳奇紅梅達人 不是老闆 必備的廚師 聽到他帶廚師帽 就知道他 我們店鋪的大廚 首先 速度是速尊後 比多龍快 可以在面對面 跟多龍抽的時候 可以用兵拳 一下子篩 篩篩篩篩篩 不過多龍都會怕你 不是極具就走 通常後期的時候 都可以 很多人會後期放回多龍 再收頭 這時候 就可以用迫分剋 去掩護其他隊友 因為 我們這裡的精靈 都會比較需要多些打龍 因為至少龍 會比較欺負到 我們剛剛的 洛杜姆 鳳神豚 蘋果龍 雖然我們之後還有乾龍 有波克基斯去打龍 但是我們要多些 我們不夠 另外輸出力很安心 本身的一星一二 特性 令到他自帶墨工磚 所以我們裝了速磚 速磚接近是 可以理解做沒有這個副效果 反過來 或者可以理解做 裝完速磚之後 每一招都有熟修 所以他的超級技能 就是蠻力 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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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招 用六個輸出會非常高 因為感覺好像有熟修 後期的收頭非常強 有本身的速度 發過多龍 攻擊力也很高 後技 我這裡打錯了 這裡是後技 對 這隊伍的精靈 這隊伍的特色在於 會依靠著 用聯防 不斷換精靈 去爭取一個好的位置 例如 對面是 兩隻 火系 可能我會換到精靈 變成 蘋果龍加鳳神血 或者蘋果龍加 駱駛帽 總之對面會打不進我們 可以爭取 拿一個 進攻的機會 換一個位置 不會急於 出了精靈 換不走 這隊伍比較彈性 可以讓你拿到一個好位置 才進攻 就不用迫於 出了某某組合 但對面是其他東西 我打又去又不進 後面又換上來 吃傷 非常頭痛 後面的人吃傷 是不會太痛的 又會舒服 換了精靈 變成對面打不進我們 我們可以爭取進攻的空間 這隊伍 剛才我介紹的精靈 也看到 這隊伍是針對環境而設定的 會依靠 對面有什麼精靈 再選出精靈 這隊伍的節奏 就普遍被環境編慢 大部份都是磨 和坦的精靈 某些攻擊機會 就要主要留在 降龍和特魔忽忽 思憂難度較高 因為大部份人 玩Pokemon對戰 或者玩Pokemon 都好 考慮怎樣打對面 你的思路 尤其是新手入Pokemon 尤其是新手入Pokemon 思路會想 要怎樣才能 打得贏對面 打得入對面 這隊未必是每次都要殺對面的精靈 這隊是 很多時候會想怎樣 坦住對面的傷害 然後再拿回優勢 例如 可能 這隊是比較需要Game Plan的隊伍 Game Plan之後 我會詳細說 例如 我會殺對面所有對風物龍的天敵 只要對面沒有了風物龍的天敵 我最後 後期就有了風物龍拖壩對面 這隊可以解釋為Game Plan 怎樣去部署和擊殺對面 是很需要思考的事情 因為這隊不是一味 依賴著聯攻 不斷進攻 去拿優勢 而我們不斷換精靈 同時 不斷用鬼火 大色喊叫 伸樹種 等等 這些干擾技 去干擾對面 又或者適當時 用女降龍或其他精靈 去進攻 擊殺對面某些精靈 去拿回優勢 就是這樣 最後一個優點 就是這隊裡面的風物龍 真的很可憐 好 今次這隊伍介紹的影片 暫時來到這裡 非常不好意思 我聲音有點沙沙 所以今集大家未必會聽得很舒服 大家有興趣租用這隊伍 歡迎可以打這隊伍 可以試用我這隊伍 可以借我的隊伍去玩一下 不過我相信很多玩家租了之後 應該都不會太喜歡這類的隊伍 因為這些比較重量的隊伍 不是很多人會覺得順手 因為一來這些隊伍用得比較累 因為你玩的回合多了 你平時五六個回合打得完 可能要打十多回合 但這隊伍比較穩定 因為回合多了 你會比較多時間 多點回合去扭轉局勢 還有折磨隊伍 不不不不 我沒這麼說 對了 那 對了 大家有興趣看這隊伍怎樣使用 也很歡迎去看我的直播影片 我都過往直播過這隊伍 大家想看這隊伍怎樣使用 記得去看 今次這隊伍介紹的影片暫時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先這樣 拜拜 把音訟吃在一起 見得到 遠兒 觀看 我們任不知道 非常視 fold và 這一回來 在我的影片 咱們